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增仓增单赢钱给大家看的基金经理赢钱贵频道,我是朱正文朱sir 今天是2023年10月4日星期三,上一集就没有出片了,因为朱sir就放了假,离开了香港几天,也都在这里和大家报告他中秋节发落先 虽然我们断了一次,但是我们照顾上次的本先,长话短说,上个月底我们就提到美国应该还有二三百点跌,跌完就最好, 这样就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区间了,而Tesla也是一样,应该要再下多一级的区间的,即是230元中间的价位,或者再低一点,那就234元左右,那我们之前都提过,我们学校的朋友仔淡仓呢,当时也是清了,即是在Tesla那里,而英伟达之前都提及了,他又会比Tesla更加次在一个短期的区间的走势,但是呢,最后呢,上个月尾,最后那两天就不太好了, 因为呢,他呢,就是没有跌了最后那些少少啦,那反而就先夹了上去先喔,那当然啦,也都可能有基金贵结的因素,也都可能有夹淡仓的因素,但是呢,因为呢,他这样夹上去呢,我就觉得呢, 就反而就不太好了,那首先呢,我们讲英伟达,我们先讲一下纳指先啦,在纳指呢,他上面就有个就是跌口的这个,那他这几天就试了,就是呢, 那我相信呢,这个跌口呢,应该呢,就是过不了的啦,那差在呢,他呢,是会跌得很急啊,还是怎样呢呢,那还是说,在跌口下面呢, 那我觉得呢,大家呢,就可以去观察一下,那当然啦,正如我刚才所说啦,由于他呢,上月尾,就硬地夹了上去,那所以呢,我就会觉得他呢, 那应该来着呢,都是会下的,而为磨啦,那不过呢,那我觉得呢,除非啊,是有证股在手啦,那要做些淡仓去据冲的大本啦,那如果不是呢,那如果这个价位呢, 那如果这个价位呢,才大波去加淡仓呢,就不是太过适宜的,那因为呢,就是近期所见啦, 华尔街都不是那么容易被淡仓去吃的这个,特别另外一只啦,Tesla啦, 那么,大波现在呢,就每一天呢,就出个新闻,或者甚至呢,每一刻呢,就出一份报告去吹咒你Tesla, 哦,整天呢,趁你Tesla一回的时候呢,反复都是说的,那只股票会升到去300元或者400元, 那么,那然后呢,就这些这样的刺激呢,Tesla呢,就人又不断价哦,那我也想啊,给回我的主见先, 我仍然认为,Tesla啊,就会试呢,220元过那些这样的价位的,那但是呢, 那他的好淡仓持呢,就太厉害了,那无论是那些大户基金之间的好淡仓持, 还是散户与散户之间,或者是散户与大户之间的好淡仓持,那大家总之就拆了一碟啦,那虽然, 我始终就是看他,还有一些回肚的空间,那但是呢,我们就去做博物去赢钱的嘛, 最紧要的就是舍难取耳,而不是呢,硬地去做一些奇迷的东西,或者一些很困难的东西, 去证明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啊,我近期一句,这句啦,就众地莫伎,那既然Tesla, 也都这么多人去留意,整天都很想博物去赢他,那不如呢,你找一些其他去玩,那也都可以,那好像啊,我们学校的朋友仔, 之前Tesla的淡仓吃完了,那我转了去那些市场那里玩,那就是所谓的市场呢,就是没什么人理那些股票啦,那去了一只中营股呢, Politea,这个啊,PLTR那里啦,那是不是容易呢,就是相反没人理呢,有时候那浪营呢, 那又有交易的情况之下,那不是太多人理,不是太多人去赌博,赌到连个奇权专家都aware你的,那但是呢, 那股票价格有一定流动性,那市值都相对有,那些股票呢,反而那些浪营呢,可能是比较容易分析, 或者容易坐过浪中,容易赢钱都不顶的啊,这个啊,那所以呢,我都总结一下Tesla啦,我认为呢, 他一定会跌的,那随时可能今晚多点回到,这个啊,那但是啊, 万一他不是那么快跌的,他还要和你围住244元这个价位, 上下那样疯狂打的,玩到好似之前恒生指数那样呢,那其实啦, 他那个无论好仓和淡仓呢,都有机会又不是那么难去持有的,这个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也是那句啦,那不如呢,就不要去搞Tesla啦, 这个慢慢等下这一两个月,啊,那那, 那如果真的,如果真的,如果玩了一轮之后,去到220元的话,那那那些位置, 再留意,啊,留意它上去,那那到时更好啦,那一会儿呢, 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讲一下Tesla的交付数据那些小小的补充的资料啦, 那我们呢,就去到这个啊,英伟达啦,那之前都有提过呢, 他比较像是区价的行走啦,那大概就是410元至440元, 那前天呢,他就升穿了一个区间顶,最高呢,就去到450元, 然后就很尽力地呢,又打回去啦,那那不仅美股也回了太多啦, 那那吃光了呢,之前整支阳烛啦,那那我给了我自己的结论先啦, 这个啊,那应该呢,啊,都是变了一个盘的啦, 那那来着呢,我觉得,啊,就算反而来都好, 那那我会觉得,那有机会,那会甚至回吐给Tesla呢, 那是更加是顺小小啦,这个啊,那但是, 那当然啦,两只股呢,都是很多人在这里很坦诚的, 这个啊,那啊,所以都是,操作上, 有的时候都不是比较那么容易的,这个啊, 那我们就去到这个广告,然后再讲个广告啦, 大家好啊,我是朱sir,我是香港正式持有, 有证券及期购条例牌照的基金经理, 大家也可以上香港证监会的网站, 搜寻画面上的中央编号, 就会找到我朱俊文的牌照资料啦, 相信很多人有炒卖股票的朋友仔, 都一定有听过奇权这件工具啦, 但是奇权到底有什么用呢? 首先,这里有一张图, 就是我朱sir在虎途牛偶的示范仓位, 是我自己想做一个教学的例子, 我这个仓位基本上九成以上都只是做奇权, 就甚少买入正股的, 而且我这个走势, 大家都看到在收益上也相对比较稳定, 就没说大上大落的, 因为我们最紧要做事舒舒服服, 不要影响生活嘛, 是不是? 其实, 其实, 我们日常生活看到的实战例子有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大户, 甚至连股神巴菲特都喜欢用奇权呢? 这里就是六个大户常用的奇权策略做法, 当中就涉及了很多运仓的技巧, 例如如何把sort side的奇权, 就连同norm side一起做, 混合做了一个组合出来, 我们的投资还是投机都好, 都一定涉及了风险, 就绝对没说包赢, 但是如果学会了以上奇权的套路, 整体投资上的策略就会变化很多了, 所以如果你想更加深入了解这些大户运用奇权的方法和奇权的知识, 欢迎点击连结, 报名我们这个进阶奇权的教学分享的广座, 费用是全面的, 到时我就会在广座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在这么多年里面的奇权经验和知识, 并不会涉及投资的买卖建议, 我是朱sir, 到时见! 好, 那我们去到伟大的恒申指数了, 这个, 那我离港之前, 就提过大家, 北水不在那里, 就只剩下一些外资和散户在那里砌, 那, 少了北水, 那些外资就很容易在那里, 在那里, 就搞很多那些小动作, 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那, 他在这个月, 回来的第一天, 他开盘, 其实是开得很差, 差到怎样呢? 并不是因为他单日跌了600点, 不是说跌那么简单, 而是说, 最重要呢, 他差在什么呢? 就是10月份, 是作为新的一个季度的第一天, 那, 你知道10月这个是第四季度的首个月, 那, 他在第一个季度里面的第一天都这样跌, 在图表上, 我对你来说是非常不英俊, 那, 那, 图表呢, 大家都可以自己开回来看, 他在第一, 同一时间做到, 是日线, 周线, 月线, 甚至贵线, 全部都是大幅低开的, 而且是没有跌口的, 那, 那, 所以,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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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定会有,网友会问,如果这么差的话,会不会又跌到什么,16800,16300,甚至是14000,这些价位,我觉得就不用看这些价位看得那么快,你一看就看得那么远,这个很容易,中间那些浪营就是给那些庄家去玩你的了,好仓淡仓都玩,给他玩了一瓶金的,而且有哪一次跌市呢? 是有人提前猜到的底在哪,估到就不是跌市了,所以我也是维持上个月底的看法,点数我就不会猜他的了,就是他最低的低位,我不是神仙,我没有能力去猜他了,我只是相反就是将上面的阻力位就一级级这样压下来而已,那你升一穿阻力位的话,那到时才算了,这个但是我也觉得他上年年底做下了个大跌, 那他有机会是会回报的,因为这个跌口的点数就太大了,有差不多600点到700点,又或者这个都可以用这个跌口去作为一个所谓半段,他跌不穿的话就是支持,这个就是一般般,老老实实, 好了,那今天就这么差了,那讲一下基本面,那又有些什么问题呢?那除了美元是很强之外,其实美元这个大家都是要留意的,那小针的美帝持续去玩万剑归宗了,那到时就有排惨了,那些香港人, 不是单级股票的,到时经济啊,什么都惨的,这个好了,那但是啊,那还有一样东西的近日,就是恒大了,那他家印就拘捕了了,也都有传中央呢, 就是并不会出手去救恒大的,那其实一个正常的分析师,应该都没有预期过,中央真的会全面这样去救那些所谓的内房的啦,这个啊,那又差了回日本当年的做法,人家日本政府都没有直接出手呢,去针对房地产的那个公司的,这个也都没有做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所谓的计划,去挽救到房地产的泡沫,那还有那个泡沫呢,就是有用很长时间,然后去养伤的而已,这个啊, 好,那所以啦,这个啊,其实这个整体的内房,都可能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整体来说是埋单啦,那有时啊,中间那些救市那些所谓的那些手段,有时来说都可能是隐点散户的而已,那至于内房,近日都可以补充一下他们那些各大股份的情况啦,其实近日啊,我觉得如果主力去说的话,反而就是相对比较奇怪,一些大型的内房就声称,就是在一个债务里面理率上99.9%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些公司呢,反而这个股价呢,就特别差的哦,反弹力呢,就弱了一些,声称已经是电荷的,所谓的企业啦,那但是呢,但是呢,但又不保护它粉,跌的时候呢,跌得可以很急的哦,这个啊,那我们看回三大内房啦,这个啊, 那一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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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会不会突然指数突然顶不住 那109也乘机去震走那些 以为30元有支持那些人 进一步向下挣多你两三元的时候 到时你前面已经过了好仓 你那一刻又被逼要止蝕了 因为要遵守纪律 遵守完纪律之后再先上来 到时你又给华润置地游玩了一剂 当然了 相对于华润置地来说 这个图形也有个样子 也不是一个始终反复向下陷的形态 其实它的半对加688 你见到的 其实取来的高位没有了半之外 你见到近期的反弹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每次的反弹都不会超过十几个% 而且回落来的速度都回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 大家留意近日屡次 想试15.5这些价位 其实如果是跌穿15.5这些位置 也没有什么支持可言 而且688的中期盈利 其实相对于109也有所不同 在我成识上 688也许是诸多元金的关系 譬如说缺乏了收租业务 或者其他因素 那它那个中期的业绩 也都给华人智利是要信息的 如果计核塑盈利的倒退 都倒退了20%左右 如果计算了是倒退了20%盈利 还要之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做一步倒退的风险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688是将PE 如果确定这样计算的 其实不是特别便宜的 变了连15.5这些价位都不是特别便宜的 变了它那个所谓的风险 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的 那这些价位都要留意 至于我觉得令人最匪夷所思的 完全是耐火反达 畢竟是声称之前最危险的融创 别人都曾经轰轰烈烈地 有百毫半 是上升了整个正欲 是正欲被你赚超过200% 是吧 有很多股票 甚至你说的那些美国的股票有多聪明 别人都未必可以5天 是上升差不多200% 这个是吧 很多股王都未必做得到 所以切切切切切切 就是说以成败论英雄的角度 你低密码融货的话 你当它做父母看待 这个是吧 你说赌了 那别人由高位跌多少钱都不要紧了 你至少股价的博弈上面 有得给你博弈 这个是吧 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些万科 哇 弹都不弹的 这个是只跌不上升的 这个 那我就会担心就是说 明明在 那个中企业的 都不是说去到太过差 那但是股价可以派发到这样的猫样的话 那我都会觉得其实 未必是我们可以那么容易收到谱了 回到我们这间公司 是有一些比较隐藏的问题 我们散户是不知道的 其实大户呢 就已经有了一致的共识 那所以趁那些人呢 就是不知道 或者不aware的情况之下 就不断买发雪街呢 那这件事呢 也是我相对比较担心的地方的 那所以总会言 我们说近期内房 经历了之前的反弹 或者是有些所谓的措施之后呢 很快都跟随市房 又归于沉迹了 其实你会发觉 内房每一次 硬拉到高一高的时候 它的高追 全部来说都是震狼的 不管你那个部分是大的内房 西的内房 以至是大的物馆 或者是小的物馆 你全部高追 你都是全均购物的 那大家呢 就是这些股份 高追伤害了这么多次呢 那你何必 可以继续 是最高追的策略呢 放在内房和物馆身上 那这件事呢 就是我要去提醒大家的地方了 好了 那而我们说完这个的物馆 和内房之后呢 那我们呢 就也可以说一下Tesla了 好了 那我们说一下Tesla了 那Tesla之前呢 就刚好公布了Q3的汽车交付量了 那就是有43.5万架的 那这个数量是顺于市场的预期 那在当时呢 其实去盘前的交易 一出现了这个新闻 是曾经插了40%的 那在收市那刻呢 就完全是修复了失地了 那相对于 那如果纳指不断地陷入了 不断地陷入了 就是逢位破位地陷入了 其实我们就是说Tesla 相对来的股价是硬正很多了 现在说了 也有240多元左右的水平 那究竟这个交付量 其实这个成色是怎么去分析呢 这个我们就去看看 那首先呢 其实它这个交付率是43.5万 再重新一次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那但是环比Q2的46.6万架呢 那其实都是跌了差不多7%的 那就是相对上年Q3 就是有一定的所谓的升幅 这个OK 那我们又可以解释 为什么它出现了下跌 环比下跌 或者是顺于市场预期 市场这一跌完之后 都可以拉上去 都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动作 没什么东西呢 这个因为我们就是说 在这一季的业绩 是的而且确不是为了辩护 的而且确是有些所谓非线之序的 就是什么呢 它预告了给你听的 就是说它有厂房 这个因为Model 3升级 或者为其他汽车升级 所以它就是迫迫停产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就是说 在Tesla上面 其实撇除了交付量之外 也是撇除了第三季度的业绩 我经常说第三季度业绩 就是说 这个毛利率是相当之重要的 这个股价是吃足 就是吃沉 就是看毛利率是继续向下破底 还是已经开始是 揣定了有数回升 那这样东西是相当之重要的 那我先提醒大家 那而我们就是说 它也都说明了给你听 全年180万架的交付量 是没有改变的 那如果是Q差 是做得特别差的情况之下 全年又说 维持180万架是不变的 那就是说给你听 它第四季度的交付量 是会相当之好 如果你顺序 算算算 你起码要做到 是47万流上 那如果可以做到 47万流上的话 那其实这个成色 变得相当来我 是不错的了 而另外 我们就是说 在股份的留意上面 在这个数据都要留意多样东西 其实呢 Tesla 讲解前面的季度里面 它曾经试过了 因为你要明白 我们计算铲销量 有铲出 也有销量 那你知道铲和销呢 其实这个数字是可以不同的 那什么公司来说 是做得相当比较好 例如我那个是所谓的销量 还是比产量大 那就是要勾起我公司的库存 都是要卖给你的 那就是说是很唱旺 那相反 譬如说我产量那时候是45万架 就是销量只有40万架的话 那这个是所谓45减4 40就比较正5万架了 就是你变成是压库存 就压了5万架了 那我们讲的Tesla 之前是最恶劣的时候 这个是所谓的数 正数呢 是正到三万架的 也就是正是Tesla 那股价跌到最差的那一刻 跌到一百元边的那一刻 但是我们就说 这个刚刚出了这个表面上 是顺于市场预期的业绩 我们看到的那个所谓库存 就正三万架 就变成负几千架了 那这个负几千架呢 已经说的是近这个 这个月光的季度 是最好的数字了 那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产销的所谓的比 所以呢 由正数呢 就很开心的变成负造 那就是代表 销量呢 成息的含金量呢 就越来越好 那这个也是 它这个业绩里面 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那所以啊 最近Tesla 其实呢 出了这个交付量之后 那个股价仍然是相对 比较正常发展的 那大家都可以理解到 那所以呢 我们就算看那个 纳指 可能会肯定再拖拖 Tesla下去 那可能拖拖 若干的金额 那不出奇了 那我觉得最近 20元应该都会有所支持 我暂时都会觉得 那但是啊 拖不拖到下去 这个价格之余之外呢 那我们只是说 理论上呢 应该都会去到 那麽象坑 会有所支持的 大家都是慢中期待 那第三季度的业绩的公布 那那 以我记得呢 应该是19号 是公布业绩的 那到时大家也都拭目以待 这个 那我们啊 就分析完是Tesla 和这个 就是 刚才是内房股的股份 这个 那我们都去 update一下港交所 这个 那港交所呢 其实都是小update的 那最近的股价 其实相对上 那个T-Mark的恒生指数 已经算 就是 就是防守力来说 都算是比较强的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補充性呢 就是觉得就是说 2008这个价位呢 最后能否守到呢 那那实际是 就是凭个建议啦 那我觉得啊 我也是为他说好说话 就算是跌破了都好呢 我觉得再向下的空间呢 就应该不是太过大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个政股里面 始终都是会有一定的 就是所谓留意的空间啦 我常常都就是反复重复这一句的 如果作为一个赌场的主人 最后的股价都是永远都升不上的话 那其他股票呢 都恐怕来说是凶多吉少的了 那而且 这一家街所始终来说 都是有个垄断性啦 和有个成交额的存在在这里的 那我觉得相对上 那现在近日呢 其实大市呢 最凶险的是什么股份呢 反而是那些 负债比较高的企业啊 或者是二三线那些股票啊 那一跌了那些价位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跌到你 那样的 那样的 譬如说好像 你哪个价位都会跌得低的啦 他怎么知道 每天都是跌下去的啊 那所以呢 近日的市场 总之是高负债企业 和二三线的股份呢 大家都要备资金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暂时去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仔呢 那记得订阅 赞好和留言支持 如果想学习 这么进阶期权技巧 去赢钱博弈的话呢 就欢迎参加我们的 进阶期权缅计教学广座 我们啊 这个下10月和11月呢 也会有新的广座日子呢 那大家就可以点击下面的连结报名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